这是选手吗 如果你经常是单枪匹马的拍摄自媒体短视频或者是Vlog视频的话 那么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口袋LED灯 那什么是口袋LED灯呢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它的体积小到可以放进兜里的灯 就叫做口袋LED灯 那么具体它有多大 那么我们把它和身份证还有遗憾卡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了 其实对于小来说 我们的手机也会有手电筒的功能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曝光 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照明 也就是我们在晚上回家楼道里没有灯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手电来打光来看到索眼 或者是我们走夜路的时候 没有路灯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来进行照明作用 但是非要拿手机来鼓光的话 或者是曝光的话 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专业的灯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呢 就是这个喜乐式的阿拉登神 阿拉登 阿拉丁 这款口袋LED 其实听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厂家赋予它很高的众望 也就是想让它在摄影师还有短视频拍摄者的心理 变成了一个神灯 那么它到底怎么个神法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15个高能量贴片灯珠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无极调整亮度 除了前面这个部分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是铝合金金属的 我们一定要测试一下它到底扛不扛灶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灯到底扛不扛灶 我们用这个车给碾压一遍 先给它擦干净了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就是因为地上有些石头籽 可能给它割了一些这种凹痕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松动 我们现在来开灯试一下 没有问题 看来还是挺结实的 再测试一下 从不同的高度坠落一下 比如说这个灯我放兜里 然后呢我从兜里掏出来之后没有掏好 哎呀 看看 还是可以亮 这个高度试过了 我们再试一个高度 跟我身高一样的高度 哇 看看还能不能亮 依然可以亮 我们再试一个 我们泡一个吧 泡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三 太惨了 还是比较结实的 整个这个灯没有伞 然后我们开灯看看 还是可以亮 看看 在这边 这是已经摔过的 还有碾过的都 上面除了有一些小小的磕痕 都能正常使用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USB的充电 让我们不用再考虑电池的问题 续航呢 就是如果你是高亮度照明下 可以坚持一个小时 如果是低亮度照明的话 那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所以基本上够我们使用了 而且它比手机照明好的地方 那就是对颜色的环渐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显色性 还有它对色温的控制性 铝合金的灯身呢 并不是它的重点 柔光板还有机身 所用的这种磁吸的方法 也不是重点 因为有很多的厂家也都用这个方法 那么它神奇的地方 也就是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全身都是带有磁铁的 比如我们要固定我们的灯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灯柱 一般的灯柱呢 我们通过这个夹子夹里固定住 但是这个灯我们是通过磁铁的漆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热靴的接口 放到我们的相机上 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了 后边还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丝口 当然除了这种固定方式 只要你锁在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环境中有铁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灯吸附到这个铁上 我们看到 rendre ber险 320 m 下! 朝!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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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有朋友会说了 如果我拍摄的环境 或者我想要放灯的位置 没有铁吸不上 那怎么办 其实在这里面呢 这个厂家附赠了一个叫磁吸的铁片 这个粘力太大了 没想到这个粘力那么强 虽然这个想法还是好的 但是经过自己尝试之后 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粘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毁东西了 尤其是这个磁铁粘片上写的是 直接粘在手机上 我觉得如果粘在手机上 这个手机壳就毁了 如果用灯直接打的话 会发现光线非常硬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磁吸的方式 让光线变软 然后也可以通过吸附彩色卡片 来改变灯的颜色和色温 除了自带的这个柔光片 还有这个暖色 还有冷色片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搭配更多颜色的色卡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五彩斑斓的颜色了 当然灯小了 那么它的照射光源面积还有亮度肯定会受限制了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你需要更大的光源 或者更亮的光源的话 那我们可以多买几个这个小灯 然后通过它自身的磁铁 我们可以让它随意组合 这样你就会有了一个更大光源的面积 在使用中呢我也发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色片 比如说中间加上色片 然后再加上这个柔光片的时候 那么安装灯座的时候 就感觉非常困难 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柔光片上 两面会有一层保护膜 那么我只要把两面的保护膜撕掉 那就完全可以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因为它是带有磁铁磁性的东西 所以尽量避免和自己的身份证 然后银行卡或者一些电子设备 放得太近 好了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喜乐式 阿拉丁AL01这款神灯的使用体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见